个人偏好设定 打开了IPTAX之后 可以从上方的工具 找到偏好设定 第一个就是 个人偏好设定 可以看得到 昵称的部分 就是会出现在 清单里面 别人会看得到 这个名字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修改 并且按下套用之后 立刻所有在线上的人 都会看得到 我们的名称 已经做过一个修改 群组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做线上沟通的时候 可以去做一个小组的分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依据群组的不同 可以单独的跟 我们同一个群组的人 来进行一个线上的 即时通讯 例如我们把它改成123 再来头像的部分 我们会看得到 就是会出现在这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代表的一个图案 那系统呢 它有内建几张图片 可以让我们直接的去选用 那选完了之后 一样按下套用 立刻马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得到 那当然呢 如果说呢 我们觉得这些图案 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它也有提供我们自己 可以做自定的 就是最后的这个按钮 我们点选了之后 可以去开启一张图片 来当成我们的这个个人头像 例如我们用我们新北的自由图库 那点选了之后 找到这一张按下开启 那这边呢 那它就会做一个更换 那也是一样 我们按下套用 它就会出现 那再来这一个档案存档 即使通讯它也可以做一个档案的交换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一个指定预先存档位置的 这一个方式呢 把它改到我们平常习惯存档的地方 那它的预设值就是在我们的加募录里面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个人相片的部分 那这一个空白的区块 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按钮 所以点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照片 或者图片的一个挑选 那我们再来选择另外一张 按下开启 这边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个人签名档的部分呢 是我们可以有 例如我们很喜欢某一句话 或者是说我们最近的心情是怎么样 或者是说呢 你想要透过这个签名档 告诉别人你的一些介绍啊 或者是你的一些喜好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打出一些文字来 按下套用或者确定之后 就会完成整个的一个个人片段设定 那在别人直接观察的时候呢 它只会看得到我们的头像跟昵称 但是啊 当它把滑鼠移上来的时候 它会看得到其他的一些讯息 包含个人签名的部分 它会出现在最下面的位置 那我们点选了这一个头像之后 就会出现了其他的 如果我们刚刚有选择个人照片 在这边也会看得到 这 вообще会对面的头像也是 所有的头像能 published 也认为肯定是在东方 今天就会独自切 algun的 他们可以治性释 我们现在能便没找到 准备一个 surprise